意大利天宫体育的著名记者罗马诺今天是报道了和两名阿根廷球星相关的消息 一个是2022卡塔尔世界杯最佳新秀阿根廷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 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我们的阿根廷球王梅西 我们先来说一下有关于恩佐的消息 根据罗马诺的说法 英超豪门切尔西最终是赶在了冬季转会窗口关闭之前 鸭绍签下了他们新移已久的阿根廷中场球员恩佐·费尔南德斯 据悉恩佐将会与切尔西签约8年半至2023年6月 而切尔西将会为此支付创纪录的1.2亿欧元的英超转会费纪录 而在此之前这一纪录的保持者是曼城10号格拉利什 在此前曼城是花费了1亿英镑将他从阿斯顿维拉 带到了伊蒂哈德球场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恩佐已经完成了切尔西安排的体检 等全部手续完成之后 他将会乘坐切尔西安排的私人飞机抵达伦敦 到那个时候 媒体和球迷将可以在切尔西的斯坦福桥球场 见证恩佐身穿切尔西球衣正式亮相 恩佐·费尔南德斯是阿根廷在世界杯上的最大发现之一 代表阿根廷队在无偿比赛里首发出战 出色的表现更是让他成为继伯格巴姆巴佩之后 世界杯的最佳新秀和最受关注的球员 在世界杯结束之后 曼城和黄马都曾经向恩佐抛出过橄榄枝 但是最终球衔若渴的切尔西是打动了普查豪门本菲卡 将恩佐招致会下 切尔西为了给恩佐腾出位置 已经将自己的功勋球员意大利国角洛尔尼奥交易到了阿斯纳 这位意大利人共为切尔西效力了四年半 打进29个进球 是切尔西的副队长 但是切尔西相信恩佐将会无缝衔接若尔尼奥留下的位置 并且将会成为球队未来的重要仰仗 进入2023年1月的转会窗口期 切尔西已经斥资超过了1.5亿英镑 先后签下了乌克兰边峰莫德里克 葡萄牙金童费里克斯等欧洲新星 而在整个赛季 切尔西在转会市场已经花费了超过5亿英镑 那么这个数字呢 是冠决欧洲的 而在此前一直传言的 乌里尼奥有可能要重新回到切尔西 完成三进攻 不知道切尔西老板的这种豪迈 会不会让牧帅最终下定决心 另外呢 有一个关于球王梅西的不是很好的消息 就是切尔西与巴黎圣尔曼已经达成了协议 将世界杯的黑马摩洛哥队长齐耶赫送到大巴黎 而切尔赫和巴黎的左后卫阿什拉夫同为摩洛哥人 并且是私交甚密 那么来到大巴黎后的切尔赫 自然会成为姆巴佩和阿什拉夫小圈子中的一员 这个消息对于梅西和内玛尔来讲 可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这些消息对于梅西与巴黎的左后卫阿什拉夫同为摩洛哥人